徐昌說他火災採收後要種土豆還是水中 如何整理這個土豆 因為他們阿伯阿母的作法就是淹水 然後把根源芝拿來蒸給白 帶來蒸土豆 但是他發現說這個發芽率都不怎麼OK 這是這樣就是說在火災採收後要種 這個蒸土豆應該是沒什麼很大 所以淹水我相信這是一個好事 就是說有的人是比較嚴重 像粗胖一遍 一樣也是要淹水 你也是要淹水 所以應該是這個淹水這個是對的 就是說你淹水稍微塗一下 塗水之後把它蒸白 這個當然我覺得這個過程應該是沒有什麼太大問題 當然如果是可以 如果自己的這個藥可以稍微炒一遍 稍微炒一遍 讓它稍微炒一下 炒一遍之後我們會來幫它 其實稍微炒一遍 其實稍微炒一遍 稍微炒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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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這是沒有什麼樣的這個問題 你做多少就是蒸土豆 我覺得他的這個做法是對的 蒸土豆你要先淹水 因為我們 打工就是蒸下去之後 你就沒有再淹水 就只有淹水而已 那時候沒有時間去把它淹 所以要先淹水 淹水有一個好處 就是說有些海棠 我們如何都把它淹掉 所以應該是要淹水把它淹掉 現在水乾之後 乾之後就要等它淹 可能在淹水的時候 盡量要淹更淹 就是說 因為你沒有淹在淹 沒有什麼效果 所以發芽綠的賣 應該是太淹 就來淹 不是說這個定屬不對 先淹水 放到淹來淹 但是很多是淹水之後 不太淹就來淹 如果是這樣就比較沒有糖 因為 因為糖如果沒有糖 還會差一塊 所以這大概是 在這方面 可以讓我們好朋友 稍微做一個參考 現在糖好之後 來這個 這個 淹土豆 這應該是淹土豆 我們先淹下去 有時候要稍微走一遍水 還是有些人會先 因為你 一定要糖 有辦法淹土豆 不可以淹土豆 應該是這樣還好 我個人是覺得說 這個時間 那你要是說 電線 要說火災之後 你走沒時間 因為主要是不乾 主要是不乾 主要是不乾 這倒是不乾 什麼日光消毒 是效果比較不明顯 所以主要是在放的時候 有可能 不夠乾 來放 效果會比較壞 這是我個人的看法 大家做參考 但是我們是要把這個 說得好 有感覺 然後你溫馭 你溫馭 要有很多 我再次呢 就說 我們 在看法